親自體驗眾世家副總統賴清德來到台東 一連就是參觀兩個世家產銷般行程 恭喜世家 當場下單千箱 注意到了嗎 上頭寫的是帆麗芝 配合大陸用法 但卻消不過去 因為九月份大陸禁止我國連霧世家出口 偏偏產季要到了 農民該怎麼辦 這個這樣一關一關的過 還被探側找出來 真的是恭喜 我們也真的是很無奈 農民當面向副總統說心聲 因為台灣世家種植面積五千五百公頃 年產值約有四十三億 外銷的近一萬五千公噸 其中超過一萬三千公噸 銷往大陸佔總產量約兩成 副總統精神喊話而他也將參訪台東夜市 不被勸花下去判刺激消費也要推廣在地農產品 道市主管機關農委會二十九號上午在立院 只說離世家採收還有一段時間 市家出口開始採收 那跟大哥修有嗎 相對主委的老生在在 農民應該已經焦急的向熱國螞蟻 TVBS選手警員台東報導